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又到了旅行摄影101特别栏目 拿起相机和我一起操作 试试这些说明书给咱讲不明白的相机操作方法 了解相机和提高摄影技术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弄清楚相机里边每一个功能的使用方法 就算是用不上 了解一下也没什么坏处 知识吧 都是通用的 您会发现拍摄前期和后期 它们是通用的 拍照片和拍视频 也同样是通用的 白平衡呢 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没什么用 但实际上对照片颜色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设置 说它没用 是因为当只保存RAW格式的话 在前期拍摄呢 完全可以忽略白平衡的设置 放在自动模式 交给相机去判断就好了 然后在后期的时候 我们再来调整白平衡 说它强大呢 是因为如果想要在相机内 直接就拍出好看的颜色 或者是拍的是视频 那么这个白平衡设置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了 甭管是哪种拍摄习惯吧 只要您觉得目前这个照片颜色 始终让自己不满意 那么这期内容呢 刚好可以帮到您 白平衡这个功能啊 就是它的字面意思 白色的平衡 White Balance 理论上在任何情况下 白色位置的颜色准不准 是衡量这张照片色调的一个标准 但是呢 要说明一个理念 在旅行摄影当中 没有绝对正确的白平衡 只有看上去和现实场景 更接近 不违和的白平衡 以及看上去舒服 使用恰当的白平衡 在我之前发过的白平衡 后期校正教程当中 您可能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 同一张照片 采用不同的白平衡数值 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视觉感受 不同的白平衡呢 还能起到这个烘托气氛的作用 所以啊 不必纠结什么才是最正确的白平衡 绝对正确的白平衡 在某些情况下呢 也许并不是最好看的效果 当然呢 咱们这个说的是旅行摄影 或者是城市风光 街头摄影这类的 那如果您拍摄的是一个产品 它的背景是一个纯白色的 那么我们仍然要以白色是否正确 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但是咱们旅行完全不需要有这个担忧 如果咱们看在Lightroom当中 后期调色部分的设置参数 白平衡呢 它是分为色温和色调这两个参数的 后期当中的色温参数 对应的就是咱们相机当中的 白平衡设置 平时咱们白天啊看到的光呢 是偏蓝的冷光 日出日落呢 它是偏暖的橙色光 这个呢 其实是光的不同温度 所以叫做色温嘛 为了方便去区分这些不同温度的光 咱们使用这个单位Kalvin 也就是K值来辨别 相机当中的这个白平衡设置参数呢 就是这个色温K值了 在我这个相机里边呢 它可以选择的K值从2500 一直到10000K 那如果拍摄的是RAW格式 导入到软件里边 在后期的时候呢 您会发现它可以设置到2000到50000K 再回到咱们这个相机的设置里 白平衡选项当中呢 您会发现它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日光 阴天 荧光灯 白质灯 也有相机在这儿叫做乌丝灯 我这个相机呢 还有这么一个潜水模式 总之呢 这些设置呢 您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预设 或者说是快捷方式 它呢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K值 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我们 快速的选择切换 在不拍摄视频和直出JPEG的情况下呢 我用的最多的呀 其实是自动白平衡 不得不说现在的数码相机 在自动白平衡的判断上呢 做的真是越来越准了 颜色非常接近眼睛看到的实景颜色 接下来呢 咱们细数一下每一个选项 日光模式 通常是在晴天 蓝天 白云 甚至是在日落的时候都可以用它 但是呢 我只在拍摄大场景的时候用它 比如说城市风光 全景 只要说是天空占有很大比重的风景类画面 那日光模式都很适用 当拍的是街头这种小景的时候啊 尽管仍然是日光下的白天蓝天白云 我呢 觉得这个阴天模式要比日光好用太多了 当然真的阴天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选择这个模式的 那如果在这种街景当中仍然使用日光模式 拍出来照片啊 你会发现它是偏蓝的 我发现呢 这是导致街头照片不好看的一个致命原因 让街景看起来特别的冷 甚至是偏离了实际咱们眼睛所看到的那种感觉 那当环境当中比较大的面积是这个阴影的时候 比如就这个街景 阴影的冷色温在画面当中呢 就占有了一个很大的比重了 而日光白平衡 它的色温本来呢 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冷的K值 它是在5000K左右 那这就让街头整体看上去呢 会更加的偏蓝了 所以把色温调暖街头的感觉呢 自然就会更贴近咱们眼睛看到的真实性 而这个阴天白平衡模式 它的色温呢 是在6000左右 相比较日光 它呢 将近暖了有1000K呀 这就刚好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了 所以在白天去拍摄街头的时候呢 无论天气晴还是阴 我都会选择阴天白平衡模式 我的这个相机当中啊 一共有三个荧光灯模式 还有这么一个白智灯模式 荧光灯呢 一般指的是LED这种比较现代的灯光设备 比如说广告牌 或者是楼体外边的那种装饰灯光 而白智灯或者叫做乌丝灯呢 它指的是那种老式的灯泡 这四种人造光源的模式 不仅它的色温是一个比一个冷 还对一些特殊光源进行了色调的校正 是不是听着有点复杂了 比较简单直接的使用方法 就是一边调一边看 通过屏幕当中颜色的变化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当前场景的模式呢 就好了 通常在室内光线下 或者是城市夜景 比如说广场这种满是LED屏幕的环境当中 适合使用这四种模式去拍摄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 正在家中观看这个视频 咱们现在的家装啊 也用的都是这种比较现代的灯了 拿起相机感受一下人造光源 搭配这四种模式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看看您家的灯光适合哪种模式 以上这些预设呀 毕竟是为了方便咱们快速切换而设定的 它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只能调个大概题 仍然会存在微小的偏差 很多时候呢 咱们为了获得更精准的色温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殊的环境光 想要固定只使用某一个白平衡参数的时候呢 还是要靠全手动设置 才会更靠谱 手动设置 色温K值 一看这这么多数值选起来好像还挺麻烦的 无从下手 别担心这里边啊 您只要记住两个参考线 4000和6000K 只要是室内光和夜晚 不用多想 直接先把这个参数调到4000 然后向下调整 因为大多数室内人造光线和夜晚的白平衡呢 都会在3000到4000之间 而白天日光的环境下 包括日落通常都是在6000左右 想要再暖一点呢 咱们就升到7000 8000 想要冷一点呢 就下降到5000左右 只要记住 4000和6000这两个参考线 日常拍摄呢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喜欢拍摄人像的小伙伴们啊 记得要以皮肤为审核的标准 人的颜色看着顺眼才行 环境呢 那都是次要的 当有了这个色温手动设定 还要这些自定义的白平衡做什么呢 这个设置呢 在一些特殊光线环境下 现场有特殊的环境灯光 比如说婚礼 会议和演唱会的现场 也或者是咱们自己使用了某些LED灯 经常会有那种带有颜色的氛围灯 特别亮 照的范围还特别大 那种特殊颜色的灯光呢 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相机自动判断白平衡的结果了 那拍出来的颜色呢 可能就看上去有点怪了 遇到这些问题 自定义白平衡 就起到作用了 自定义白平衡的使用方法呢 很简单 打开这个功能 屏幕会出现一个小框 找一张白纸放在镜头前 只要这个白纸可以覆盖框的范围呢 就可以了 不需要改变对焦点 也不需要完全覆盖整个的屏幕 您看 其实我用的是手动对焦 焦点仍然在远景 白纸卡呢 是个虚焦的 这都不要紧 只要覆盖中间的边框呢 就可以了 按下快门相机呢 就会根据白纸卡的位置来判断正确的白平衡 您看通过自定义白平衡校正之后 原本被灯光照成的彩色纸 是不是现在就变成原本的白色了 这里呢 需要注意一点 白纸卡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一定得被这个灯光能照到才行 之所以相机里边有很多个自定义白平衡的设置 是为了快速切换用的 比如说您在跟拍一婚礼 从场外的灯光走进带有彩灯的场景 那么就可以设置两个自定义的白平衡 在拍摄的中途自由切换了 细心的小伙伴们肯定已经发现了 在每个白平衡的选项上 按下之后呢 都会出现一个叫做白平衡偏移的界面 它呢 是这样的一个色板 是不是很像后期的时候 咱们看到那个色盘 只不过它呢 是个方的 白平衡偏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呀愿意拍什么照片都偏向暖色 这个功能呢 就可以实现我这个需求了 这个方形色盘的最中央啊 您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十字的横竖轴 上下的纵向轴呢 是色温的偏向 向上移动是增加冷色调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参数呢 它就是个加了 向下为减少冷色温 当我需要暖色的时候呢 自然就要选择减少蓝色的冷色温了 所以向下移动 加把这个B的参数呢 它就会变成负数了 通常呢 我就会选择负4到负5之间 横向轴呢 是色调的偏移 咱们可以让照片偏绿色多一些 粉色多一些 不同的色调 在冷色温和暖色温当中 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颜色效果 所以白平衡偏移呢 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颜色效果选项 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让照片在某个白平衡数值的基础上 仍然继续偏向任何的色调 所以这个白平衡的色温开直设置呢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照片的基础颜色呢 无论是自动白平衡还是预设 或者是自定义手动设置 都是在选择一个基础颜色 而白平衡偏移呢 是咱们在选择这个基础颜色上 再做出一个自己个性化的色调偏离的特殊效果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白平衡和偏移的使用方法了 分享一点我自己使用的经验 供大家来参考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白平衡呢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设置 在前期拍摄的时候通过使用不同的白平衡 可以直接拍出各种颜色 也许会违背一点事实 但是看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还是挺酷的 别被那些预设的名字给唬住了 尽情的去尝试各种白平衡模式吧 也许会拍出让自己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初学阶段啊就是要勇于尝试 从中试图找到一些规律 拍的多了呢自然就会非常的熟练了 这些呢也会对学习后期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旅行摄影101栏目 我是艾蒂 说明书中还有哪些让您看不懂的功能呢 欢迎留言给我 咱们每一期解决一个基础知识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除了摄影基础教程 还有我的追光笔记 分享我在拍摄时遇到的一些状况 以及我的解决方案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